廖凡到晚年也学,学具备 这是功夫有相当根底了 才知道勇猛精进的重要性 要加速度,把自己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 功效越来越显著 在这个日常生活越来越快乐 事业越来越顺利 确确实实做到了 在笑复来 一点都不假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看下面的文字 无辈身为樊流 过我未及 而回思往事 常若不见其由过者 心粗而言逸 文到这个地方 从举比喻之后 这才正说 我们身为反腐 过时 过夜太多太多了 未及是比喻 就像刺猬 就像刺猬 这个刺的一样 聚集在一起 而回思往事 我们想象过去 常常常 好像不见有其过者 没有 没有觉察到 自己有什么过错 所以我们一般人 常常想 我没有什么大错 我没有什么过时 这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也常常有这个感觉 这是什么原因 心太粗了 心盈 昏溃 见不到自己的过失 所以 举比喻 实在讲 是我们 很好的一个榜样 下面这段文 给我们说 这个卧夜 它也有征兆 人之过物深重 在佛法里面讲 业障深重 业障过重 它一定有不好的预兆 它是 也有笑颜 或是 心深浑色 转头几望 这个我们 仔细去观察 我们周边那些人物 有时候 我们能发现 这个人呢 没有记性 糊涂 浑柔 给他说什么事情呢 很快 他就忘掉了 或 无事而畅烦恼 这些事情 我们自己想一想 自己 有没有 没有事情的时候 没有人 招惹的时候 自身烦恼 只要 冷静观察 就能发现 或见君子 而难染 消绝 这就是 怕见 正人君子 见到正人君子 自己好像很难为情 这个 这种现象 实在说呢 还都是有救啊 为什么 他还有惭愧心 那 或问正论 耳不落 听到人家讲正经话 不喜欢 为什么呢 自己坐卧多端 养成了卧习气 听到正论 跟自己 所作所为 完全相反 恒不乐意 接受 或会使 二人返怨 我们不失 以礼物送给人 人家还埋怨 在他 不得 不接受的情况之下 你比如说 他爱动 爱恶 饥寒 交迫的时候 我们送一点 衣服 食物给他 他当然接受 接受之后 他不感激 他还怨恨你 这种情形 又啊 在现在这个时间 常常遇到 这个都是 物业 深重的 真兆 我们要多想想 或者是 夜梦 颠倒 晚上做乌梦 做乌梦 绝对不是个好预料 自己 一定要 警觉到 过乌 很重 所以 夜晚 才做乌梦 甚至 忘影失智 这个就是 精神 提不起来 欲无能词 皆 作孽 之相 这是乐举几个例子 这个都是 不好的想 狗 以 类词 继续 发愤 十九 图形 心 无足 如果 我们自己 反省 像上面 所举的例子 自己 有个一条 两条 我们就要 警觉到 过时 物业 一定 相当严重了 要警觉到了 赶快 回头 历节 奋发 谁就 图形 主事要 改过 自信 信物 自物 这一句话 是迷励我们 希望你 千万不要 耽误了 自己 这个事情 一定要自己 分发 别人 帮不上忙 改过 之法了 就 讲到此地 下面 第三篇 是 极善之法 文字 一开端 廖凡先生 引用 《易经》上的 两句话 为我们说明 一遇 极善之家 必有 语气 这两句话 可以 以历史 来作证 自古一来 凡是 这个过于 很厚 极善的人家 他的后代 往往会 发达 纵然 没有大的 这个发达 也能够 保住 平安 过日 不至于 招惹 一些 凶哉 这是在 历史上 能看到 在我们 现前 也能够 观察得到 只要我们细心 留意 去观察 那么换一句话 如果是相反的 这个人家 过去的 先人 以及他的 本身 这几乎 欺负别人 尽做一些 损人利己的事情 这个人家 必定不能够 久享富贵 纵然 现前 他是 大富大贵 所以 有一些人 看到这个现象 这个人家 无恶不作 为什么 还大富大贵 这是他 不明了道理 这是他们家 过去 身中 或者是 他本人 他的 前辈 过去 身中 修的 福大了 佛家讲 修福 不修慧 因为他没有智慧 这一生当中 他才造作 我业 造作我业 必定 这福 比如 他过去 身中 修的福 有一万财富 这一生当中 虽然发财 兴赎不善 处处 欺压别人 做一些 损人利己之事 他的福报 折了 千万财富 变成了 百万财富 损失太多 太多了 可是他还有 百万财富 比起一般人 他还是富有的多 英国通三世 那么他这一生 这个余福 想尽了 他的罪报 就陷进了 有些人 他的国报 在来生 有些人 在这一生 万年 就没落了 破产了 什么原因 急握之家了 他的报应 是这样的 人要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懂得 断悟修宣 急功累得了 对自己 个人 对自己家庭 对自己的宗族 决定有大力量 下面 廖藏先生 举个例子 习 写是过去式 严是将一女 起数量货 就是严是将要将她的女儿 许配给数量货 而隶属其 祖宗 既得 智掌 隶属 就是向上 一代一代 去叙设 熟良后的祖宗 都是既得 这个人家了 是极善之家 逆知其子孙 必有心者 你是预料 预料啊 他们家的将来子孙 一定有兴旺 书良或是孔子的父亲 所以这个孔子的外公啊 外祖父啊 就预料他家里将来一定会兴旺 你看他把他的女儿 许配给数量货 以后就生了孔子 他怎么看的呢 看到孔子的祖先呢 代代都极善了 所以他们家里会出大圣人 那这是一桩事情将极善的 第二桩呢 孔子称顺之大孝 中国人将孝道 首先呢 要推尊大顺 这个人是尽孝的模范 我们在历史传记里面读到 一定要向他学习 他的父亲 在他太太死了之后 也就是孙的母亲 孙母 又娶了个季母 季母以后也生了一个小孩 季母对待他非常不好 他父亲受了季母的影响 所以父亲季母 季母生的弟弟 这一家四口三个人呢 以恶念对待他 极次要置他于死地 这个家庭环境太恶劣了 可是孙能够孝顺 他心目当中 没有看到 这个父母兄弟对他不好 他总觉得自己做的不好 让父亲不喜欢 季母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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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不喜欢 天天改过自信 这样过了几年之后 才把他全家干化 这叫大孝 这是真正的孝顺 从顺 一切顺从 顺从里面 有高度的智慧 佛家讲 善巧方便 他能够避免 这个家人对他的伤害 能够抱权他的生命 依旧以真诚心 爱心 讽私 这个父母兄弟 这是一般常人 做不到的事情 他做到 所以孔子称赞他 宗妙相知 子孙保知 戒之论业 孔子的外祖父 以及孔父子 赞叹这个大孙 这些都是智力名言 是以往事争执 在以过去 这些极善之家 你看看他后人的发达 历史上有记载 眼前这个社会上 我们也能够看得到 下面 他举了十个例子 第一位 杨绍思荣 借宁人 是以忌妒为生 久于西藏 横流冲回民居 逆死者顺流而下 他走皆捞取财后屋 读哲宗室 读哲宗室真足 积足 唯一旧人 而货物亦无所取 乡人吃其余 我们先看这一段 是以忌妇 杨绕 官做到少师 这个少师 在古代 是帝王的老师 帝王老师里有太师有少师 大多数少师是太子的老师 皇帝的老师称太师 太子的老师多半称为少师 至于老师的称呼 有太师太父太保 杨绍 建宁人 建宁是现在负建 建欧 我在这个地方住过六年 这个杨绕家里 我去过 是一个很大的 好像有三进的四合院 现在好像是改成建欧室了 那么他们的先祖 世世代代 都是以忌妒为生 就是百度传的 从事于这个行业 由此可知 生活也过得非常艰苦 那么这是遇到了下雨 九雨 河水也涨了 这条河好像是 闽江的上游 一直 这条这个河 一直流到从富州出海 涨水 所以这个 阴没了 这个乡村民居 也淹死了很多人 所以逆死着 顺流而下 当然 划船的人很多 一般人 划着船 都去捞取 货物 不顾 这个 淹在水里面 都去捞取 财物 唯独 洋人的 先人 就是他的祖父 跟真祖父 只有旧人 对于 这个水里面 漂浮的 那些财物 一丝毫都不去 只有旧人 那么乡里的人 看到他们的作为 都说他愚痴 旧人有什么用 这是 许许多多的事 人家财物漂流在水上 你唠叨了就是你的 他们不要财物 完全旧人 这是既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